中文字幕——Y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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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下是我们只去了一边啊 另外一边大半我们没有去 没有时间因为已经快两个小时了 已经超过一倍 但是我这个地方就告诉各位 这边可看一些很强 很强 欢迎各位有机会再来 各位觉得我讲的还不错的话 其实我们每个解学员讲的都不错 那每个有不同的切入的角度 所以我们可以听到这一边都可以听到这一边都可以听到这一边都可以听到另外一个故事 所以你可以听到另外一个故事 在一个大肝底下 一条轨迹底下 我们会讲一些个人的心得啊 包括我有时候会讲宋敏林 那是不在那个里面 因为都照着我们讲的话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讲不完了 所以你会碰到不同的解说 你会讲不同的东西 所以各位知道 环境跟这个解说的重要性 所以一定要跟着人来 要团圈团出 到底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就是 我刚刚讲的这边的维护情况 国家公园里面很多景点都是开放的 只有这个地方要收费的 它有它的必要性 为什么要维护这点不容易 现在政府都没钱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我想要支持 第三个就是 它人数比较管控 不能一下进去太多的人 如果都挤到那个屋子里面的话 根本会塞爆了 对不对 你们只是走马抗花 所以它有时间 有段时间 有九点、十点、十一点 下午一点半、两点半 用这种方式啊 来总量的管制 所以这些东西啊 我希望各位将来 有机会有朋友来 可以跟他们解释一下 不是像台湾很多人就说 这是国家的东西 我要去你就去 我不要你带可不可以 不是那么自由 万一塞到那个山坑里面 你们站在那个开口的地方 掉下去怎么办 所以最后要请各位帮忙一下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啊 那我也跟各位致歉 我刚刚没有讲完 来了吗 来了来了 最后刚刚有提到说 学生什么的 我们很欢迎他 那会讲不同的东西 所以刚刚我开手的时候 讲到那个相思树 对不对 现在我讲另外一个树 一个树木 比较有意义的 然后作为一个结语 各位请看 这叫龙伯 龙伯是一种很专业 很树木 很高贵的树木 而且很值钱 龙 很高级的动物 对不对 伯是很高级的一个植物 这个龙伯在台湾的话 好像大陆一样 一般的重要的机关 或者重要的单位 全部都会做的 都图一个吉祥 而且它是长青的 那为什么叫龙伯呢 因为这棵这种树 价值很贵的 它有一个最大的特性 是一般植物不一样的 它这个枝杠啊 不是像这样 柳七柳八 一大堆一大堆的 它是集中在一起 往上面爬 然后谁爬在第一的话 它一直往上面为终点 所以从一树一树往上爬 所以在这个生物学上 它有一个专业的名字 叫做顶牙优势 屋顶的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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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牙的牙 顶心的顶 花牙的牙 顶牙优势 就是它叫做 大家集中一顶 往上爬 因此就形成一树一树 就像龙的鳞片一样 龙的鳞片一样 然后它到了一个 天球记得这种果子 有这个灰色的 有这个黄色的 就好像叫皮特的彩衣一样 所以叫龙伯是这样来的 那两个慢慢来的 所以我最后用这个 树的个人的体会 祝福各位 今天是年末 明年又是新年的 祝福各位明年 110 2015年 像这个龙伯一样 这么吉祥 同时像它的一种 生物上的特性一样 步步高升 谢谢 谢谢